How to read a person like a book? It is not about how people read you It is about what you can inspire people after reading your stories 閱讀娛樂新聞不一定要講是非八卦 也可以將它變成一個例子故事 這些就是我Youtube頻道SmartTravel的個人之處 今天我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下香港恐怖歷史的評舟 接著我就會跟大家分享一單新的娛樂資訊 是明星撞樣 押作就會講一下曾華仙、梁朝偉、張萬玉、郭台銘、雍靜靜 發生在劉嘉玲身邊的故事 亦都會用我自己的方法去演繹當年發生的綁架事件 今天的劉嘉玲已經不是單單一位演員的身份那麼簡單 而是她是一位企業家 Keep your mouth shut and word. Let your success make the noise. Are you ready? 好 接下來這一段就說她 入了這個訓練班成功地被人笑 什麼難聽的話都已經在說到 當時她一直很努力地讀報紙 同班的同學曾華倩已經在電視劇裡擔任女主角 而這個男傑英已經是靚絕五台山了 自己仍然是口音有問題不正的跑龍套 甚至乎我有時練不正的對白是被導演用粗口去問候 你知道不是每個人都帶媽媽上班 被人問候老母 如果你的皮薄很漂亮 那些人就已經哭了 但是你做任何一個行業 每個人都由低做起的時候 看看你有沒有那個耐性和那個韌力 然後到了這個 當她在培訓的藝人訓練班的時候 其實她是飾演過在一個 射雕英雄轉裡面做一個婢女的丫鬟 但是沒有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到了1983年她畢業 有幾部跑龍套都是做Cellet Fair 逛逛逛逛逛 在她畢業之後過多月左右 她拍了一個單元迷你劇 飾演一位女鬼 不用怎樣對白 當時她感恩 因為劉方剛可能她覺得 劉方剛老師就是安排這個女鬼的角色給她做 因為女鬼是不用怎樣說話的 你的樣子化妝嚇得別人就可以了 另外說真的 她當時她的香音還有 但她的樣子都是可愛的 有一點Bavy Fat 都是Sweet 起碼是這個 挺漂亮的女鬼 但是她不用說話 所以是筍工來的 但是當時這個單元劇 裡面也有一個第一部電視劇參演 就是再版人 對手就是梁朝偉 而劉嘉玲的螢幕初吻 就是奉獻了給這位男士 梁朝偉 當時她是NG了12次 到了1984年 她已經受到這個公司的關注 覺得這個女孩可造之才 安排她拍攝錄頂記和新澤師兄 我印象中記得她的香音已經改善了很多 至少你聽得到 你不會像現在的淡仔姐姐 應該是比淡仔姐姐好很多 她也是跟梁朝偉有演戲的對手戲 但是當時劉嘉玲跟曾華善吳君渝很好朋友 梁朝偉已經開始追求曾華善 可能已經走過去了 但是已經走過去了 因為在1984年已經拍拖 但是梁朝偉曾經公開說過 說不太喜歡曾華善身邊的朋友 當然了 曾華善身邊的朋友 有吳君渝或劉嘉玲 如果不喜歡劉嘉玲的話 我又有些勾頭 照計她都沒有什麼 當時她還未出去拍電影 還未認識公子 正正常常的女孩 會不會是BIG MOUTH的吳君渝 就要她們幾個人才知道 或者她說笑也不出奇 或者梁朝偉說笑也不出奇 偶爾也會說笑笑香音 但仍然不停練習她的廣東話 在短短一年之間 劉嘉玲拍完《鹿鼎記》和《生澤師兄》之後 她就成為了《up and coming》的《生澤姐姐》 當時她開始有了自信 之前她也跟傳媒說 她說別人以前讚我漂亮 我都不太覺得 她說 不過現在別人讚我漂亮 我真的相信別人真心讚我漂亮 她說 但是我覺得一個女人 不單止靠樣子吃飯 還要加上衣著打扮 品味和談吐 到了1985年 她被安排 這些真是阿病靠明賴 簡直是力捧 慢慢無線氣中她 1985年她無線安排 在港姐決賽和張國榮演重頭歌舞劇 《魅力城市》 你們現在聽到 現在過了一千人 你們聽不聽得出來 我裏面做了很多功課 如果你未給like就好 給like 我看不太容易聽到廣東話 廣東話說娛樂可以說到這麼細節 所以如果你已經過了一千人進來 麻煩給like 少少的鼓勵 我繼續說 受到這個力捧 就安排她和張國榮演 張國榮這麼紅 那個歌舞在港姐的魅力城市 也有機會被她一展歌喉 即是說已經讓你跳舞了 因為港姐每年都是一個電視台的大活動 除了讓你跳舞 跳舞應該難倒她 如果她以前在內地讀過一些演藝的東西 但唱歌那方面 我不知道是不是lip sync lip sync即是預早錄開的 不是現場唱的 照計應該都不大問題 對於一個剛剛入行沒來的人 剛剛在藝員訓練班畢業 其實對於一個紅的人 是此日可待的 但她一早覺得自己有機會紅 但她想不到自己可以紅得這麼快 但她斷斷猜不到 其實現在她是電視台發展 她自己無法規定 在這個時候 劉嘉玲也不是一個這麼公心計人 她未必知道 我將來可以拍電影 她只是在這一剎段 覺得電視台很重用她 擺她和這個金紅的張國榮的歌手 在港姐的活動中 即是大跳、歌舞 到了這個金紅的時候 她當年去新加坡登台 登台一次回來 她已經可以做業主買樓了 那些人以前登台一塊錢 是給你的 登台是最好賺的 本身那些藝員在這個 當時陸叔 多謝了 是誰來的 Thank you Chloe Leung 所以 當時 她在新加坡登台一次回來 就已經可以做業主 當然啦 1985年的樓 沒有現在這麼瘋 貴到神經 她也 名氣有了 電視台捧她 錢也賺到了 當時 但問題就來了 她當時覺得 很忙 很辛苦 她怕自己捱出病理 就開始擔心自己 在1986年 喂 下一段就講 這裡已經講了她 如何突然之間 紅啊 有錢 下一段就講她 如何考慮這個 許俊恆 娛樂半世紀 經典又貼地